我父親節其實那天 我在錄音室耶 喔喔喔弄新歌 對對對 其實最近都密集的在做新歌 但是我回家的時候 這樣別讓兒子 他最近話很多嘛 他就說爸爸你辛苦 喔喔喔喔喔喔 他現在已經開始會說話 你是不是跟他講這句話 對 就是每天回家就這樣 對因為 如果他跟團員說團員不會講這句話 對對對 所以阿富 我今天錄音錄一燈萬耶 辛苦了 啊你應該的 那個溫暖是不一樣的 對對對 不一樣的溫暖 有立刻哭出來嗎 喔很窩心啦 對啊 但是就是爸爸在小孩面前 是要顧著堅強的 感動啊 其實我們 一開始是真的沒有想那麼多 因為我們 每年都會有這個小舞台 對 也沒有每年 之前是 現在是台北 在西門町 西門町有 然後後來高雄也有一次 對高雄町也有一次 那我們都是找一些 其實約人重點是什麼 認識的 比較好約 對啊 然後 像這次還有溫靈 還有原充 對啊 還有寬宅 那其實我們都覺得 他們的表演真的都不錯 那我們都是 就是約看看 誰有空間都來 其實我們沒有特別的去 做什麼預設立場 我們也真的沒有去 設想一些太多的事情 那 對我們來說 我們就是 我們是從音樂去出發來做 對八三又來說啦 八三又這個活動 一直以來都是 跟歌迷能夠見面 其實對我們 跟我們的歌迷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 如果這個事情 這個整個風波 對有一些人有造成困擾的話 那就實在是不好意思 這樣子 但是 其實我們並沒有去做太多的 預設立場 然後這個演出 一直都是以八三又 跟自己的歌迷 為主 其實我覺得 鬼月不可怕 可怕的是歲月 哇 哇 最近他突然一直跟我說 路上好多藍色的狗 我就想說 為什麼會有狗 後來就想說 因為狗 那個陰間的狗 會比鬼先到 對 好厲害喔 好顏色 有這種說法 對 然後就是陰間 對 那像說他常常會跑來跑去 那有時候他會突然不敢動 那樣 我就問他怎麼 他就說 那邊有好多人 那樣 因為團員就知道 我以前出去旅遊啊 我都喜歡找 就是越便宜的地方 對 但講錯了 醉瓶 醉瓶 對 然後當然就 有時候就會比較有一些 就一些突發事件 像說 就是遇到洗手間 怎麼有人 或是什麼 洗手間有有人嗎 對對對 就是他會去住一些 一個晚上三百塊那樣 真的喔 不是他是真的人 還是鬼 不是 不是喔 就是例如說 像最誇張的一次就是 我們就是已經 然後那個 飯店老闆還打電話來說 欸要請你朋友 我說沒有啊沒有朋友啊 然後他就說 我房間就我一個人 可是你剛剛就有幾個人一起上台 沒有朋友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跟他說 剛剛沒有人 我就直接掛電話了 八三號第三次到高雄巨蛋 耶 這是 發命口賴八三號 顛倒世界巡迴演唱會 我們到高雄站啊 對對對 然後接下來還有很多很多 不同的場次 對 希望 八月二十五號開賣 然後二十六號的時候 我們現場 在生日趴的時候 會有簽票 對 其實滿期待 因為好久沒有見 就是 面對面的見到大家 對 很久沒去高雄 對對對 所以跟台北會有不一樣的 一定有不一樣 一定有啊 主要是我們也做了新歌 對對對 新歌很重要 大家可以宣傳一下 給想要綻放的人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